CU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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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表演你最夯 CUSO CUSO 放放放 耶 又來到大家最開心的時刻了 是 Ladies and gentlemen 讓我們歡迎我們的靈魂人舞 顧哥 登登 你看笑得多燦爛啊 對 顧哥呢會陪伴著我們 一整集陪伴著你們 所以現在我們要來介紹 今天來到現場的同學們了 是的 馬上為大家介紹的第一所學校 是來自我們台東市的 信源國曉 好 好 好朋友來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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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臉 充滿著 夜深真的美妙 感動全世界快樂在我心 小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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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所學校 讓我們以最熱力的掌聲歡迎 雲林縣倫貝鄉的 東興國小 東興國小 高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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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演藥他又一級棒 金氏國小讚讚讚 當然我們要請到最專業的評審 來幫我們的講評了 第一位美女老師 是來自我們愛玄樂團的指揮 黃曉梅 黃老師 歡迎 下一位要歡迎到的是 台北木偶劇團演師 吳申傑老師 歡迎老師 接下來也是美女級的老師 我們的舞蹈老師 蔡冠玲 蔡老師 歡迎 我已經迫不及待想要知道 我們到底今天第一所學校 帶來的精采表演是什麼了呢 是 這第一所學校 遠道而來從台東來的 而且他們那個地方 其實是一個多元族群融合的地方 今天為我們帶來這個表演 相當的精采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 VCR Cuso放放放來到這裡 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大的深呼吸 好新鮮的空氣喔 好美的藍天白雲 這裡是國人最愛的旅遊景點之一 台東 但今天我們不是來旅行的喔 是來尋找飛舞在台東的小精靈 深藏在台東縣 台東市的新元國小 現在就趕快帶大家 進去看他們的翩翩舞姿 小小新元 小小新元 好音樂來相伴 好朋友來拜訪 喔 有朋友來拜訪 是啊 你們終於到了 歡迎你們來到台東縣 可愛的新元國小 成為一個遊歷文化人 是我們每天都不需要努力的方向 所以在學校裡 我們除了要用心要認真的學習外 參加不同的學習社團 更可以展現我們無比的潛力 新元國小在哪裡 怎麼沒有聽過呢 新元國小就在靠近台中體中 和盧凱族學校大南國小附近 以農耕起家的本土氛圍 在少子化現象 學生人數銳減的現實下 學校現今智力發展閱讀教育 推動多元社團 並增加學生藝文體驗與活動 我們要用舞蹈表現出 植物生命的延展 韌性與堅毅的精神 一起來欣賞牙草的練習吧 舞蹈團在102年正式成軍 由校長和雅玲老師共同指導 三年來舞蹈團連續獲得 台東舞蹈賽優等的佳績 103年以五馬山回巨手 北征新竹市的全國舞蹈比賽 榮獲甲等 今年更以現代舞牙草 在台東初賽無所學校中脫穎而出 我們總共有11個同學在練習 雖然大家不是從小練舞 也不是科班出身 但是我們就是一群很喜歡跳舞的舞寶 有句話說 台上3分鐘 台下10年功 就是要不斷地學習了 這11位排灣族的舞寶們 用他們一點一滴的努力 展現了對舞蹈高度的熱忱與喜愛 用舞蹈跳躍出最美麗的自己 我們的小孩就是很大方 很願意去嘗試 每天可以很開心這樣子 很棒的是 他們有很多後面的資源 但是他找到了 找到他想要的東西 他努力去做 現在舞最難的地方 就是要放到最大 然後縮到最小 然後需要花很多力氣 每天就是花時間去練習 盡量去把它做好 好 新人舞寶要來了 二二 愛沙 那個表現力瞬間突破那個道具 代表的土壤 整個就已經 我感受到那個生命力開始出來了 這個好棒 什麼事 加密的 我們都可以做好 我們可以做出一個 把跟誰 做好 有 我可以做好 照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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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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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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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的朋友一起預備起 Javai 那麼他們可不可以過關呢 評審老師 請給分 恭喜你們 給自己一點掌聲 全數過關 謝謝台東新元國小的小朋友 你們的表演非常非常的感動 我從第一課 當你們的手伸出來的那一課 我就 那個表現力瞬間突破那個道具代表的土壤 整個就已經 我感受到那個生命力開始出來了 然後在一路上你們的表現 你們的表情 尤其團長 非常非常的 我看到他我就一直笑 停不下來 然後充滿了希望 舞蹈的起源是來自於 我們人類對土地 對大自然的一個祭拜的儀式 今天你們的舞蹈 讓我完全感受到 舞蹈的起源的本質 然後讓我感受到你們 對台東這塊土地 或是對台灣這塊土地的愛跟情感 謝謝你們 謝謝蔡冠玲老師 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我們的KUSO 棒棒 一代是木頭科的 它沒有表情 表情從哪裡來 從各位小朋友的聲音出來 KUSO好棒 接下來這一所學校要帶來的 在我印象當中 布地雞 它是一個閩南地區的一些 傳統藝術 沒錯 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一所學校所帶來的 布地雞 好像有一點不太一樣哦 他們用的語言不太一樣 是用什麼話來演出這個布地雞呢 我們就不要賣關子了 是 趕快來看一下他們精采的 VCR KUSO放放放今天來到雲林縣 大家猜猜看 雲林最有特色的是什麼 是咖啡嗎 當然也是 但除了咖啡之外 雲林還有個非常厲害的特色文化 也是我從小的最愛 就是布德亦啦 雲林可說是布丹系的故鄉 這裡有一所學校 青出於藍更勝於藍 它就是東興國小 馬上來看它有多特別 歡迎來到東興國小 我們學校至今已經有50年歷史囉 最特別的是以敏克元素發展出的學校特色 是用客語表演布袋戲的哦 東興國小成立客語布袋戲 客語武術隊 客語工作坊等社團 傳承兆安客家文化 參加各項客語比賽融獲夾擊 自編各種客語學習教材 輔助客語教學活動 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為了傳承著造玩客家文化 我們全校師生總動員 要把傳統文化發揚下去 東興國小成榮獲100年度 客語生活學校觀摩賽 戲劇類中區優等 101年度第八屆客語藝文競賽 全國總決賽 戲劇類第二名 104年全國中小學 客語藝文競賽 中區初賽 國小高年級組 客語戲劇類優等 旅創夾擊 你看他們正在排練哦 戲有擺動的活靈活現 台詞是最道地的 趙安客家語 這些動作台詞背後 還有一位最重要的推手 那就是布袋戲大師廖昭堂 真的很謝謝老師 教育著我們這些星星學子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他們練習吧 東興國小趙安客家布袋戲團 是由當地布袋戲大師廖昭堂先生 所指導 完全以趙安客語演出 以客語鄉土傳奇為腳本 編寫劇本 藉以傳承客家鄉土文化 並常受邀至各地演出 那用布袋戲來教客語 是很好的方法跟手段 因為你如果直接要小朋友來 講客語 他們可能也怪怪的沒有興趣 但是小朋友很喜歡玩布袋戲 透過他們玩布袋戲 玩到一個程度了 興趣有了 然後你既然演布袋戲 一到最後一定要講話嘛 那我就限制他們說 一定要用客家話來講 因為我們是客語的 跟台語不同這樣子 東興國小趙安客家布袋戲團 樂樂樂 挺不習慣的 好 謝謝 休息鬆 太常溫 violet iffer 剛好睡這時間 終了就安靠天氣腿 念祖君的表情很累 再補下吐息 學時時之不易樂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易樂乎 以有朋自遠方來 又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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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來又來 來甘平愛命又來 愛愛 又來又來 又來 又來 阿翔阿姨 那年來領我的徒事喔 嗯 我娘說 現時徒業養主 我的徒條真好真心 不過現在 我上頭出口流月輪喔 當天月輪 現月輪出口流 心想要前出口學生 又來 聽說三女有樂乎 這不做生命 驚酒美香地木 在我家在阿姨阿姨 這不做八成我的親問啦 日快四日 天好真好 又真我好 夢不走 哼 願你來睡 那一睡 好 來去 水 房間 自爆 七八 咬人 天啊 天啊 食泳 嗚嗚嗚 嗚嗚 日子樂福 不只兒兒 討生意 不夠吸毒藥 沒氣力 請不要不給我學 承著日條太思考黑屈 日條茫茫思考量 愛如來 優雅不用去洗澡 只要不要去洗澡 黑龍 他奇怪 日子台沙跳 四天乖乖 待會兒明明夢 老老老夫 救命啊 優雅的夢有 開渡車老夫 大小狗 最近普達娘的不太平 娘有倫庫 含樂福 最強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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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症狀開通地 太家鄭優勤爛來的 夢初 若無尿航教 由來把每個都扶持心外 用重量刺繞毛孝胎 收拾愛感車停在鼻樓 尿航教 尚求的貪圓 出現年期 內重量的年 都不會尿尿 也不會尿尿 夢初 體驗寶本 舞台戲呢 我相信大家都是很有印象 是屬於閩南地區的傳統文化 都是用閩南語、台語來做演出的 但是非常特別的是 他們所使用的是客家化 而且還是已經非常少人在講的 趙安腔 對 我們是在雲林縣的倫貝鄉 是 那邊的有一些居民就是所謂的趙安 趙安的居民 但是因為慢慢是在沒落 沒落當中 目前會講這個趙安客語的大概 幾年前就有成立這個客家布袋戲 然後就純粹用這個趙安客來發音 我們要請指導老師上到舞台上好嗎 玉美老師呢 她也是少數會講這個邵安話的 最年輕的 對 阿妹啊 對 那我們東興國小的同學 誰要出來教大家講打招呼 打招呼用趙安腔 阿妮 客家化的妳好要怎麼說 那聽說還有一個人他會念歌謠 是 我們念歌謠的同時 這是趙安歌謠對不對 對 有需要帶什麼動作嗎 妳沒帶動作 我們有舞群 妳等一下就念 他就會熱舞 好來 趙安 預備 開始 開始 掌聲鼓勵 我們趙安腔的這個歌謠呢 念得特別好對不對 台語腔的呢 覺得我們也會 對 在哪裡啊 掌聲鼓勵 除了這個台語腔之外 聽說也有一組人也很厲害 是 台灣的好不好 來 這樣子好了 剛剛已經我們這個 東興國小已經先來了 接下來換我們的這個 排灣族先來好了 預備 開始 阿里昂 阿里昂 史瑪伊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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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瑪伊奴 阿里昂 史瑪伊奴 史瑪伊奴 阿里昂 史瑪伊奴 史瑪伊奴 阿里昂 史瑪伊奴 史瑪伊奴 阿里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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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聽喔 接下來這一段就看妳的 我們有需要給妳什麼樣的 舞台空間嗎 預備 開始 是 掌聲鼓勵 謝謝兩位小朋友 請回座 謝謝 謝謝 那麼看完東興國小同學們的表現 不知道評審老師呢 會給他們什麼燈呢 評審老師請給燈 掌聲鼓勵 全數過關耶 先給妳一個讚 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老師又講 俗義 其實我們在看布袋戲的時候 就是最困難的是什麼 走路 走路最無聊 可是它最難學 我剛剛非常仔細的看一下 每個小朋友 他們的上下台 他們的走路走得非常的穩 小朋友就是小朋友的走路 老人家就是老人家的走路 今天來看這個 造安客家布袋戲 最難的地方是 客家話通常是很口語的 比較少文言文 當在演出的時候 你沒有講文言文的時候 就少了那個布袋戲的感覺 我剛才特別看了一下 剛才聽他們講 譬如說 有隻老虎 牠肚子很餓 要上下 下山找東西吃 牠不會說 沉東西吃 牠說沉問夾吃 找物件吃 這個就是比較美角的地方 像這個美角小朋友也都做到 我就覺得 就是值得嘉許的地方 再來 小朋友下次注意一下 不要緊張 講口白的時候 講慢一點 像剛剛那個 你的頭茫茫 嘶哈糧糧 講太快了 你的頭茫茫 嘶哈糧糧 就沒有那種感覺 你的頭茫茫 嘶哈糧糧 是不是 才會讓人家感覺 因為布袋戲 木頭刻的 它沒有表情 表情從哪裡來 從各位小朋友的聲音出來 那其實布袋戲是台灣的 傳統文化 那看到小朋友 中興國小的小朋友 這麼努力 這麼認真 其實我滿感動的 希望各位小朋友 繼續努力 繼續加油 把台灣的傳統文化 再發揚出去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吳老師 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我們的 哭手放放放 你們剛的默契非常的好 而且我發現到 每一個在座的小朋友的眼睛 都是一直直叮的 你們的指揮老師 接下來這所學校 我覺得音樂合在一起的那種 感動人心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是 非常厲害 這所學校是來自台南的 新式國小 可是你知道嗎 人家都說學音樂的小朋友 不會變壞 但是我們要踏入音樂的這個門檻 很多人都會覺得 好像很難耶 好像滿貴的耶 但是今天新式國小的小朋友 就要告訴我們 他們每一個人都不是科班出身 最後可以橫掃各大獎項 是位於台南新式區的新式國小 台南不只有美都美食之稱 現在還有飛揚著美妙樂器的旋樂團 正是台灣的藝術之城 哈囉 歡迎來到我們新式國小 我們學校是一所多元的小學 本校選樂團情義精湛 是台南市學生音樂比賽 連續三年的特優隊伍 選樂團能有這麼亮眼的成績 可是累積了十年的努力成果 大家一起來看看他們的上課情形 自前任余孟和校長創團開始 歷經現任張崇文校長開發潛能 追求卓越的辦學理念 接續發揚推展 樂團歷經多位師資悉心栽培指導 從初具規模 逐步發展為目前的90位團員的大型社團 本校選樂團成員將近百人 從一年級開始招生 循序漸進 分級分階的學習規劃 學校同時安排展演舞台 培養學生的興趣 也訓練學生的台風日自信 選樂團於98選年度 參與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團體B組 榮獲第二名 99-102年度獲得第一名 看看每位成員 各個精神意義以神采飛揚 除了護腰智各界藝文展演 也擔任台南市頒獎典禮的重要節目 深受好評 101年 選樂團成員遠赴澳洲 與布里斯本新農莊小學 進行音樂校際交流 選樂團結合社區 與後援會志工家長們的力量 積極推展校園音樂藝術的風氣 對於提升學生精神生活 學校藝文發展均有實際的成效與貢獻 當初成立選樂團的目的 是希望我們的孩子可以學習一個興趣 一個專長 希望他們藉由樂器的演奏 在以後他們人生遇到挫折的時候 有一個抒發心情的管道 當然練團是很辛苦的 那孩子在遇到挫折這個歷程 當然要學會如何抗壓 最後得到的成就感跟自信 也是他們在這個練團最大的收穫 直到巡弧賽的成績 獲得特幼的那一剎那 一切的努力與辛苦都化成甜美的果實 也謝謝學校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認識低音提琴的美妙與重要 新智神樂 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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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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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校长 我知道呢 新式国小的这个弦乐团呢 已經有十個年頭的歷史了 你們是怎麼樣延續這個傳統 然後貫徹你們的理念呢 主要是我們在十年前 開始成立弦樂團 主要是要培養學生的音樂 且能發展興趣 所以這十年代 我們逐步擴展老師的辯職 到目前為止 我們弦樂團大概有六位老師 擔任教學 我們從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開始招生 只要他有興趣 都可以來練習 是 那我們也要邀請指揮老師 我們的吳老師 吳老師上到台上來 因為同學們都不是科班出身的 要重新的讓他們重新的學習 怎麼做到的 他們平常是滿認真的練習這樣 花了小朋友花很多時間 老師也很用心栽培小朋友這樣子 那聽說今天在他們這裡面 其實有高手在裡頭 一個三重咒的這個厲害的地方 對 弦樂器要怎麼樣表現三重咒呢 我們現在就請同學出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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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非常非常的好 很厉害很厉害 好这么精彩的表演 但是评审老师会是怎么想呢 来评审老师请给分 恭喜 给这一点掌声全速通过 你们好厉害喔 新市国小的小朋友你们好 你们刚刚真的太棒了 我听到之后我整个超震撼的 鸡皮疙瘩都已经掉满地了 我发现到你们的节奏感非常的好 而且你们知道吗 弦乐团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跟那个指挥老师的搭配 还有你们团体的合奏的默契 你们刚刚的默契非常的好 而且我发现到 每一个在座的小朋友的眼睛 都是一直直钉的你们的指挥老师 这在乐团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们做得非常的好 再来就是你们的音准 也非常的棒 音准来说合奏 如果只要有一两个声不音不准 整个旋律、整个曲子听起来 就是会怪怪的 但是你们刚刚听起来 让我真的觉得 我整个就是眼睛也都 一直盯着你们耶 我也没有离开过你们 我觉得那个指挥老师、吴老师 真的很值得让我们鼓励一下 你们非常的棒 好,这么短的时间 有这样子的成果 代表你们真的每个人都很有天分 继续加油 好的,谢谢黄奈老师 好,那我想呢 我们除了有精彩的节目之外呢 相信各位朋友对于十二年国教 好像还是有这么一点点疑问 不用担心、不用紧张 我们为大家请到了达人 来看看他们怎么说 如果孩子只是 他是在理科方面比较在行 例如像数学啊 或者是理科比较好 但是因为他五科都要看 会不会对一些 理工科的孩子比较不公平 其实我们国中 是属于国民教育阶段 它是一个打底的 打基础的一个教育阶段 好棒 欢迎再次回到 我们的十二年国教会课室 十二年国教 一样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 我们赶快来看看 家长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对十二年国教的疑问是 如果孩子只是他是在理科方面比较在行 例如像数学啊 或者是理化比较好 但是因为他五科都要看 而且如果你要到比较想要的学校 他是要国、英数、社会科全部都要拿A 那对于这样子的评分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能够改善 还有最后的比序是国文先 那如果像这样的情况的话 会不会对一些理工科的孩子比较不公平 是副署长 像我本身也是理组的学生 就是我们对数字啊 是比较有敏感度的 那你现在 在例如国文是这个比序的第一位 那这样对我们这个比较会数字的同学们来说 不是有很大的压力吗 是的 为什么有的地方政府他把国文列在比序比较前面 当然不可能是第一个顺位 它可能会是国、英、数、社制这样的顺位 那为什么会把国文排在前面顺位 当然这是各个就学区他们自行的决定 不过我个人认为 国文非常重要 这是我们共同的语言文字 那么当然我们人彼此之间互相沟通 都要透过语言文字 那如果沟通有困难 那这个可能 人际之间的互动就会发生困难 所以首先是应该把我们自己的语言学好 我们的文字学好 那基本上这也是个工具学科 你国文好 那依照研究的发现是说 语言好的话 那其他科目也有比较好的倾向 所以它是个基础的学科 工具学科它是很重要的 这是跟各位说明一下 另外有家长在质疑说 那我这个孩子理工科比较强 那为什么要进入我理想的学校 其他科目也都要达到A或什么样的成绩 其实我们国中是属于国民教育阶段 它是一个打底的 打基础的一个教育阶段 也不能说国中或国小 它数理方面比较行 那它其他科目都可以放弃的 不是这样的 国民教育要强调的就是 武育得志体勤美 武育都要兼重 那么到了高中去以后才开始分化 你可能有学术倾向的 那你就读高中 以后技术倾向的 那你就读高职或其他的 那么到大学去 就是进入了所谓专精阶段 所以大学里面有各个系 每个系所读的内容就不一样了 那么到研究所去当然更专精了 所以基本上在国中 这个国民教育阶段 还是一种打底的工作 各科目都要好 打好基础以后 未来的发展就会更好 是 所以刚才副书长所说的 这个五欲均衡在国中以前 大家就要先把小朋友的底 给打好 这样长大之后 学习就会越来越顺手了 对 然后有一句台语说 手头 国后台 不怕 手位 做红牌 一开始就先把这个基底做好 其实以后长大 你要怎么样的发展 蓬勃发展 其实那就是靠自己了 是 对不对 好 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副作 今天来到我们的会客室 为我们来接他 谢谢 接下来 我们的同学们 最具潜力奖 到底会是谁呢 芳妮姐姐 我好紧张 我也是 是她吗 欢迎回到 哭手唱 棒 棒 棒 到了最后颁奖的时刻了 所有的三个队伍呢 手上都有一万元的奖学金 让大家看一下 耶 取歌 取歌 还有奖杯 耶 好 所以表示这三所学校呢 表现都非常非常好 但是我们要在这三所学校当中 选出一位 最具潜力奖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呢 芳妮姐姐 我想听听看大家的这个 詹姊好不好 觉得得奖的是 得奖的是 谁 得奖的是 好 得奖的是 新式国小林芝玉同学 中间请 哇塞 哇塞 我们也欢迎黄小梅老师来帮我们颁奖 那老师帮我们来讲解一下 为什么呢 会把这个最终的大奖颁给她 我们会让奖 让她得的呢 原因是因为她的表现非常的自然 而且一点看得出来 她还蛮有表演的天分 因为她的表情就是 就是说 我们要专注的时候她就专注 专注 放松 得奖 OK 你看 她最会的还有一个 苦笑 什么都可以就对了 对 所以她非常的适合得到这个奖 恭喜你喔 谢谢 她很有礼貌 也有说谢谢老师 好 那我想呢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非常非常的精彩 别忘记 要锁定我们的这个频道 锁定频道之外 要记得上我们的Facebook打卡 是 Facebook打卡之外呢 我们的节目的播出 全部都会放在爱学网 所以如果你没有看到 首播的话 记得呢 要上去爱学网 就可以看到重播囉 是的 所以我们KUSO放放放 下周见 拜拜 拜拜 奇心的奖杯 拜拜 再见 恭喜你们 拜拜 拜拜 给你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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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好重喔 可以电哑铃喔 耶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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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